我们成立真普联的目的 是因为要争取一个没有筛选的真普选 而人民的力量和社民联系 是违反自己对真普联的承诺 和开记者会公开的承诺的时候 这是否导致我们要退出的原因 这是一个道火线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都不能忘记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我们很难有合作空间 但是我们的主要矛盾 仍然是要争取一个真普选没有筛选 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平台 可以大家一起合作争取一个真普选没有筛选 这是一个主要矛盾 你刚才所说的是一个我们一定考虑的 除了这个考虑 我们会不会在真普联中提交一个不信任动 给两个组织呢 这些都是一些可以考虑的做法 但是我想都要等周四我们开中委 一次过详细考虑 现在似乎都是在真普联中有几种不同的分歧的意见 大家讲一套做一套 即是他们讲一套做一套的时候 那怎么合作下去呢 那会不会我们组织一个平台 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 那6月22日的投票 民主党会有什么策略呢 民主党在这个阶段 我们对这个方案我们不会转身的 我们没有其他方案的 我们只是交了一个方案给特区政府 透过真普联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三轨方案 我们交给特区政府 就是阿卿姐向政务司司长交的方案 都是这个三轨方案 我要强调民主党那时候 真普联没有三轨完整方案的时候 民主党有个区员叫林立志 他也写了一个方案出来 后来被立入在15个人里面 但是林立志也公开说过叫市 他不是很多支持者 虽然在选区里面可能有 但是他也公开 他有忠诚公开呼吁别人 最少《苹果日报》登过 叫别人支持真普联的方案 为什么我们作出这个批评呢 上星期就是 大家讲得很清楚 大家一起推动 我记得我很清楚 我记得4月30日 我的说法就是 民主党希望5月6日胜出 希望6月22日胜出 这个就是我们的看法 就是真普联的方案 如果我们这么多的党派 一直坚持到尾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胜出 但问题就是 5月6日已经有人开始跳船了 接着到6月22日的时候 跳完船再上船 接着可能到6月中旬的时候 又再跳过 这个方案的时候 究竟给市民感觉 你知不支持这个方案 如果大家不是专心一意 或者心意去支持这个三国一方案 那这个三国一方案 怎么可以胜出呢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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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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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